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4天 晚上8点02经过塞里姆湖进入塞里姆湖隧道 进入隧道也就意味着彻底告别了塞里姆湖 同时也算是离开了泊州,进入了大美伊犁州 从隧道出来,与塞里姆湖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一下子进入到了山谷之中 看看路两边的护栏,感觉是在大桥上一样 汽车好像是在空中盘旋 前方山谷中,风鸾耸至,峡谷回转,松化繁茂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不到新疆不至中国之大 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连货高速 一路向西经过塞里姆湖 紧接着就进入到了被称为一离第一景的果子沟 转过一个玩来,眼前突然出现了两座像积木一样的房屋 我们还以为这是高速旁的观景台呢 看地图,马上就要到果子沟大桥了 从积木房屋旁边掠过,已经可见果子沟大桥的英姿了 继续转过一道弯,地面上出现了红色的减速带 当车头甩正,眼前就是如巨龙般横跨壁立果子沟之上的 两户高速进入伊犁两个必经经典之地的第二个 新版伊犁第一景果子沟大桥 果子沟大桥全名为果子沟双塔双锁面刚横两斜拉桥 于2006年8月16日动工,2011年9月30日开通 是连货高速以及亚洲公路5号线的一部分 果子沟大桥地处果子沟与将军沟交汇处 北起蒙穷库勒,南至将军沟隧道 线路全长4.4千米,大桥长700米 桥面距谷底静高达200米 主塔高度分别为209米和215.5米 主桥全部采用刚横两结构 桥面为双向40道高速公路 设计时速为80千米每小时 走在高速上并没有停车区 所以不能停下来欣赏果子沟大桥 不过走在桥上 同样也能感受到大桥的雄伟壮观 果子沟大桥由主桥,两座塔桥,斜拉锁和引桥组成 是新疆乃至全国第一座公路刚横两斜拉桥 同时也是新疆高度第一,最大,最重要的桥 据说果子沟大桥集合了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新设备与一体 也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你没有亲身经过,亲眼看过这里 是无法感受果子沟大桥的威额壮观的 大桥整体线路蜿蜒曲折,隧道幽深绵长 高桥与隧道自然协调的搭配 使果子沟大桥全线完全与周围高耸的山峰合二为一 处理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之间更凸显出它的险峻雄奇 果子沟大桥与果子沟的眉景好像浑然一体 不愧是新疆伊犁第一眉景 果子沟自古以来因其地形高差大 山高破斗低势险峻而素有铁关之称 可想而知,在这里建设这样一座大桥是得多么的不容易啊 果子沟冬季漫长,施工场地狭窄,缺少气候资料 又有很高的环保要求 所以果子沟大桥可谓是耗资巨大 据说建成这座大桥一共花费了23.9亿元 那么花这么多钱就建这么一座桥值得吗 我想应该是值得吧 至少跑高速去伊犁霍尔果斯的途中 翻越北天山时会好走很多 另外果子沟大桥的建成通车 据说也彻底结束了新疆伊犁河谷出行难的问题 果子沟大桥独有的钢横梁结构 不但是大桥外观整体现行流畅 施工安装零件少工作量小 据说同时在抗震抗风方面都具有相当强的能力 其实伊犁第一美景果子沟 本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山谷风景区 所以在此地建桥 第一考虑的还是安全和景观 其中斜拉桥竹塔景观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江军沟隧道里绕出来走到大桥的下面 可以看出竹塔桥面以上高度低于塔敦高度 这样的设计据说在桥梁建设上实属罕见 果子沟大桥采用阶梯造型 视觉在高度方向进行分割处理 取得了较好的景观效果 大桥把三座大山连成了一个整体 桥高坡斗 隐桥穿花绕布 不愧是世界上最美最为惊艳的大桥之一 绝对是新疆伊犁的第一美景 对了 如果你有时间想要停下车来欣赏果子沟大桥的话 可以将车开到松树头观景台 据说在那里可以将大桥全貌一览无余 那是拍摄果子沟大桥最佳的地点 由于我们还要抓紧时间赶路 所以就不在此停留了 从果子沟大桥下穿过之后 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地面上 在果子沟里穿行 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果子沟是伊犁地区的天然门户 位于霍城县东北40公里处 纵观北天山全长28公里 北起213国道无一公路的松树头 南至果子沟口 是213国道和连货高速进入伊犁的必经通道 阴山沟内和滩上和山坡上 遍布着野生苹果及各类果子 因此而得名为果子沟 果子沟被众多来新疆的游客 称为春夏时节新疆西线最美丽的山谷 如果有机会走进山谷 可见塔勒其河从谷中奔流而出 奇洋怪柳交织 野生苹果树野性子树漫步山坡 据说从每年的五月下旬 一直持续到九月份 果子沟内香草富裕野花烂漫 艳丽多姿 此时如果登上果子沟的任意座山坡 都可以拍到林黛和山脊漫无边际的层次 我们现在正跑在高速上 也同样能够看出果子沟的惊艳绝美 果子沟被誉为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宝库 除了野果分布广阔 种类数量繁多 药材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 据说曾经在这茂密的山林里 有许多野兔 狐狸 狼 雄 野猪 马路等飞禽走兽 果子沟俨俨然还是一个环境非常优雅的天然动物园 估计现在沟里还会有一些吃野果子的小动物吧 数百年来 果子沟的奇险俊美 得到许多经过此地的名人志士的赞美 最早的有契丹皇族的后裔 撩潮东南王耶律突遇的八世孙耶律楚才 他应照北上护从西中途经果子沟时 曾副诗描写果子沟当时的情景 六丁和氏夸神威 天台罗浮一道死 四十八桥横雁行 圣游奇观真非常 圆太祖十六年 全真派真人丘树基也曾这样描写过果子沟 河南海北山无穷 千遍万化归魔铜 位若滋山太齐绝 磊落翘跋如神功 果子沟的险奇和秀美可见一斑 清朝著名学者洪亮吉 在《伊犁日记》中这样描绘过果子沟 初五日四流行半遭呼大风雪 如山崩垫裂并浅沉沉沾雪 茫茫雪海 为高下千万松顶露青 亦齐观也 人皆下车步行乃得过 然山亦齐翘 极湍西下如箭 聚水一寸 飞雪皆击成冰 时河时开 京流飞出山中 气候随意 然十四势众 后世情河 小日乍生 轻松犬淫 飞犬百道 萧避千寻 鸟不避人 余能夙克 狱中无此游境也 二十里外仍赴飞销 家道简有杂数 然流亦发青水多平律 果子沟拥有如此 惊艳的景象 也被青人 齐韵式称为 齐绝先进 当年清代林泽徐 流放新疆 经果子沟 进入伊犁时 也曾感叹 入入万花谷中 可见果子沟 在下滑绚烂之时的艳美 民国财政大臣谢斌 所驻新疆游记 更以山水之旗 胜于桂林 牙石之怪 比喻燕炎 来比喻果子沟的 奇美艳丽 果子沟能够如此惊艳 也许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成百上千年 险峻到人机罕之有关吧 因塔勒齐河 从山谷奔腾流过 所以果子沟 还有另一个名字 塔勒齐沟 或由塔勒齐山 而叫塔勒齐打坂 塔勒齐是种嘎尔语 柳树的意思 果子沟纵贯北天山 雄居于天山西部的 关隘之中 为进入伊犁谷地的咽喉 是一条北上塞里木湖 南下伊犁河谷的 著名峡谷孔道 据说在元代以前 果子沟还是一个 不同伦领的古墓道 犹如一道天然屏障 阻隔着伊犁河谷 甚至中亚和欧洲 与中原大地的道路连接 当时果子沟天前 未凿通之前 古丝终之路新北道 是由塔成和布尔塔拉境内 进入楚河流域的岁叶等地 果子沟天险凿通后 中西商旅和友好使节 就取果子沟这条大道了 果子沟也因此成为了 通往中亚 欧亚丝绸之路的北道咽喉 那果子沟天险 到底是谁开凿的呢 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 在果子沟内曾架桥48座 清乾隆时改建为42座 在果子沟天前开凿之后 邱楚基应召从内地 启程西行前往进阿富汗境内的 兴都库什山 巴鲁湾行宫 夜见成吉思汗 1220年9月 邱楚基路过果子沟 他的随行弟子李志祥 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 做了详细的论述 指出 二太子互从西征 是凿石离道 堪木为48桥 从而留下了果子沟开发史上的 最原始的史籍论述 邱楚基也曾有如下的记录 金山东盼 阴山西 千言万贺 横山西 西边乱石 当道卧 古今不许通轮提 前年军兴二太子 修道驾桥 彻水西 今年无道御西行 彻马轩田 不经此 元太祖十三年 成吉思汗 习征中亚 率起三十余万铁骑 从蒙古草原 习出金山 也就是现在的北江二太山 南下 直屈伊犁附近的不拉城 现在的伯州伯乐一带 当时这只争旅 车杖如云 将士如雨 马牛背也 兵驾鹤天 烟火相望 连营万里 千古之威 未尝游也 当时秋天即将临近 大军必须迅速通过高耸的中部天山之脉 塔勒其岭 于是 成吉思汗 命二太子查贺台 率部在果子沟境内 凿石礼道 勘木围桥 驶程车道 查贺台 率军民凿石礼道 修路隐熙 伐木筑桥48座 将果子沟 辟为大道 使十余万人马安全通过果子沟天险 这在当时不仅加快了作战步伐 也为成吉思汗夺取军事上的胜利 做出了贡献 更重要的是 打开了中原通向伊犁河谷的天然险障 为古丝绸之路新北道找到了一条捷径 通过果子沟进入伊犁河谷 蒙古骑兵入入无人之境 横扫中亚和西亚 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草原大帝国 同时果子沟的开凿 也是偏于一角的伊犁 地缘恰值 为之一变 成为了中亚大通道 13世纪中叶 1249年到1253年间 波斯著名历史学家志费尼 曾三次经过果子沟北上 到蒙古帝国首都河林 对蒙古人征服的历史 进行真实详尽的研究 进而编写出了 名震史学界的蒙古史名著 《世界征服者史》 1254年到1255年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豚一行 启程到河林 祝贺蒙古大汗登基 回国时 从今年的外蒙古进入新疆 南下乌鲁木齐至伊犁 经过果子沟 再从阿里玛里西行回国 1340年 欧洲商人培格罗提 根据建文写成《通商指南》一书 寄书从欧洲出发 最终请伊犁的阿里玛里 出果子沟东行 至中国内地 1338年 罗马教皇 派出使者意大利人 玛丽楚里 携同行者32人 出行果子沟东行 到达元都城 韩巴里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拜见元顺帝 以教皇的名义 进献一匹西方大马 从查海台韩国 到其后的东查海台韩国 到伊犁巴里数百年间 新疆阿里玛里 一直是新疆政治经济中心 中亚大都会 东西交通的枢纽 这一切都得益于 果子沟天险的火然开通 但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 长期残酷的战争中 一代名称阿里玛里荒废了 明清两朝之际 全世界河运海运逐渐发达 路上交通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昔日热闹的丝绸之路 日趋沉寂 到1755年 清朝的两路大军在波罗塔拉会师后 越过果子沟进入伊犁 在昭苏格登山前击溃了达瓦残部 镇压了盘军伊犁和流域的 准戈尔贵族的叛乱 显龙皇帝 视伊犁为西域总会之躯 在果子沟前 历史冰城阿里玛里的附近 修建了惠远城 将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设置于此 并设伊犁将军建立伊犁将军府 以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和天山南北广大的地区 之后清政府从伊犁至迪化 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共设台站21处 负责传递朝廷政令和边防军情 其中 沙拉布拉克投台和厄特勒奇尔二台 均在果子沟内 投台和二台两座驿站 同时也为过往现实和商人提供歇脚之处 自此果子沟车马喧闹又重新热闹起来 再次成为内地与中亚商贸的重要通道 如今 茶河台修筑的通道已荡然无存 乾隆典间平定种各二叛乱 在伊犁设置将军府之后 重开的果子沟通道也早已没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最方便最好走 最漂亮的国道和高速 但据说 曾经的二台和投台 还有一稀留存的印记 目前果子沟内主要的景观 有果子沟大桥 松树头 二台和投台 果子沟大桥字不必多说了 松树头是果子沟的北方起点 也是果子沟的绝顶之处 那里有一高山瀑布凌空奔泻而下 如白链玄空 以偿壮观 从松树头北下可直达三台海子散里木湖 南下进入果子沟峡谷 从松树头南下至二台临场 右股逼峡宽不过树丈 水流湍急 奇岩一时光怪陆离 山形秀拔林木葱翠水转景仪若隐若现 视为果子沟的绝境之段 也是果子沟的险峻之处 二台始建于元朝 由清代军台一战得名 据说二台的旧址已经有所移动 现在的二台被称为新二台 此处草原木屋交香辉映是游客的最佳休息处 据说果子沟内曾经只有两家小客栈 从二台南下山市渐低 五口渐开 飞桥重叠 公路两旁绿树成阴 只见云山疏透 古阳怪流交错 山形野果满眼新绿 最后到达头台 这里没有客店 只有炮台 指兵把手 虽然一路开车穿行于果子沟中 但以上所描述的果子沟的奇艳美景 以及沟谷内的雄壮险峻 都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果子沟给游人带来想象 同时也带来美的享受啊 不知不觉 在果子沟中穿行了半个小时 晚上八点三十四 我们到达了果子沟口 前方就是果子沟收费站 经过伊犁第一景 接下来就是伊犁第一检 没想到进入伊犁的检查异常严格 直到半夜 进入到霍尔果斯市区 期间又经过了两次检查 说实话 新疆这边确实美好 半夜十点半 天才刚刚的黑下来 在酒店安顿好之后都快十一点了 继续开车出去转转 顺便吃晚饭 那霍尔果斯的夜色又会如何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你爸爸在那干嘛 你看有帘子 这有桌子 晚上好好写作业 你不说作业还多 明天是周末是吧 周五 周五 就今天最后一天写作业 那你把周一的作业也写了 那就行了 没办法 这是你的手机 还是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为什么带我的手机 我暂时借用了 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还给我